11月17号国民党方面的语谈代表 我想有些真相必须揭露 原本我跟国民党的委任官已经解除了 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民调的会商 告一段落 但是因为今天早上民众党朋友 召开记者会里面 对于整个会谈过程中 有些语言不详的地方 甚至跟事实有所出入的地方 甚至还有点名我的地方 我必须做个说明 第一点 陈鲁刚主持我们女版科匹所讲 按照11月15号 所谓的马 猴 柯朱四巨头的会谈之后 有一个六项声明 里面的第二点呢 有明确提到 要采集11月7号到17号之间 社会各界公布的民调 还有国民党跟民众党的内参民调 来作为参采 作为双方阵营计分的依据 要组柯侯配或何侯配 1月计分的依据 那11月7号到17号之间的总共有7份民调 是公布在外的 那 蓝白阵营各有一份 所以加起来9份 那当然有些朋友质疑了 美丽岛电子报怎么没有放进来 这我要特别说明 因为他强调是7号到17号 所以美丽岛电子报在一来啊 那当然其实没有发布民调 二来呢 除了美丽岛电子报之外 有些单位民调呢 因为他是用撒卡都或细卡都的方式啊 并不是柯侯配或侯科配来PK类消费的 所以没有采进来 这边要特别说明 不是说不给他们面子还是怎么样 那当时的因为会谈之后啊 沟通气氛并不是很良好 没有进来很顺利 那光这9份要采进哪几份呢 就讨论了一个多小时 那最后呢 国民党方面四出善意 在他们有意见 当然有意见是学理还是对他们不利 就要问他们自己了 那包含三份 有两份是四话 一份是所谓的网路简讯调查 那国民党方面呢 为了便利啊 这个会谈能够继续进行 因此四出善意 暂时搁置 那回头再讨论 这个在第二天一早 满意酒基金会 萧续成执行长记者会有特别强调 绝大多数媒体是讲到是搁置 可是在民众党记忆会变成删除或排除 我想这地方必须要澄清的 在这个计划里面呢 有些民调好像是评价不高 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应该把这个排除不列入 但是呢 如果按照所谓的选举民调透明百科里面来讲 这个ETtoday的这个民调是五颗星 在我来讲应该是在列入 那我们来在这边看一下数据 各位可以看到 以蒋万安在去年 2022年这个台北市长选举 他得票是42.29% 那台湾民意基金会委托 所谓求真民调 也就是说民众党这次的内参民调 实际只有数据是29.8 反而ETtoday民调云 是41.5% 是比较接近实况的 那在城市中方面呢 实际得票是31.93 那在台湾民意基金会 所谓求真民调的数据是21.8 那ETtoday是33.2 所以这地方很清楚 事实上他们认为要排除的 ETtoday民调云的民调 反而非常采计的 这个求真民调更为精准 那我想说 那今天就利用这个场合 非常简单的说明一下 到底那个3% 6%什么意思 因为不想给大家上统计学 所以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意思 告诉大家 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射过箭 如果你射箭就知道 中间这个圆圈啊 那个红色的部分 这个黄色这个部分啊 中间有个红星 红星我们讲 你如果射箭是要郑重红星的话 那放在民调上面就是 你这次做出来的调查的结果 百分之百命中 比如说我们今天调查出来 比如说A候选人 他的得票支持率是40% 开票出来也是40% 这叫做命中红星 我们在看这个个民调准不准的时候 通常是用看这个方式嘛 可是我们知道说抽样调查 抽样调查毕竟不是普查 对不对 所以他是抽样 抽样就一定会有误差 在这个黄色的范围里面啊 你只要建设到这里面 不管哪一个点都算你命中 都算你命中 所以你 所以啊 这个时候的整个这一圈 他的直径是6% 所以大家都以而传而 就说让6%让6% 不是这个意思 是你今天你做出来 比如说你做出来支持率40% 实际上 可能是从43%到37%都有可能 这个数字是都有可能的 在这种状况之下 所以我们通常会看 如果差距在抽样误差范围以内的话 我们会认为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 这两个没有差别 这两个是没有差别的 举个更简单的例子来说 参加一场考试总分100分 一个考91分 一个考92分 92分的人就一定比91分好吗 不一定 所以我们后来才会有几分的概念出现 那1.5%是什么 那就是之前 另外一位柯P讲 就是1.5%是什么意思 1.5%可以 我们也可以这样做 那你就做4000个样本 那这个半径就会变小一点 所以你想要更精确的抽样误差 你只要投钱下去 做更多的样本即可 今天我们在这地方只是澄清的把所有的问题 任何时候 我刚刚说了 我们今天是秉持的科学理性啊 完全今天非常听柯P的话 好不好 科学理性跟务实 就是把我们今天 我们还是要把话说清楚 过去长期以来 大家在这一件事情发生之后 网路上有太多被操作的 被扭曲的一个讯息 我想我们今天做到这个地方 至于这些各自的行为完成之后 侯办有什么后续 我想我们的进办会做 额外的再做一次的说明 这就是我们今天 不管从侯市长昨天的呼吁 还有包括我们今天特别来的 我们说我们希望能够完成最后的一礼路 不要回避 不要躲避 不要逃避 然后呢 我们就是展开最大的一个善意 把我们该澄清的问题澄清 我想今天大家听完之后 如果你还延续着 大家签字的10月15号 马总统见证之下 你应该把这礼路把它完成 不管怎么样 要把话说清楚 我们都已经派出来 把所有的遗欲 都把它解释出来 那接下来我们当然希望看 对方到底是如何来去做 好不好 目前 刚才请教一下说 就是求真民调那边 就是各位专家 学生会认为说 他们有一点点 这个求援兼裁判的嫌疑 这个大家都关心 就是说求援兼裁判的问题 那确实嘛 因为这个民众党 看起来他们内部的民调 长期 这个是委托求真民调公司 来进行他们的 这个民调调查 那这一次他们派出的 这个协商的专家学者 又是这个求真公司的总经理 那你难免让人家觉得 瓜田底下 求援兼裁判嘛 那我想我们这个 比如说这一次 我们找的代表是 庄博周庄老师 他的学界也包含在民调界 也都富有声望 更不用说陈罗徽老师等等 那我想这样的争议 社会自有公平 所以如果外界 或者说民众党的朋友 还要质疑说 在整个民调协商的过程中 这个有什么对于他们不公平 我想这个都言过其实了 尤其刚才你特别提到的 求援兼裁判的事情 我们都没有特别特别拿来做文章了 所以我们认为 还是赶快让科学说话 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当然我们愿意 再来审视这九份的民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